话说以前七层楼高的房子,如果没有电梯,住在顶楼的业主,都要郁闷死了。 而今天小编要和大家说一个更刺激的,45层没电梯,22层以上没水没电的房子。 竟然还有人愿意住,而且住得还很爽。 在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,有一栋被废弃的45层摩天大楼,名字叫大卫塔。 这里本应是加法安斯金融中心,还有直升机停机坪,可观赏阿维拉山脉美景。 但是这座拉丁美洲最高的摩天大楼的地产商,因资金问题破产。 大卫塔的工程被迫中断,现在沦为烂尾楼。 工程停止后一些棚户区居民,开始搬进这座烂尾楼。 而委内瑞拉政府,一直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成为目前最高的贫民窟。 常住家庭700个,人口超过3000人,也成了很多犯罪分子的聚集地。 随住时间推移,这栋大楼逐渐建立起了一套可以自我维持的小社群。 仓库、服装店、美容院、衙衣、健身室、日拖索也一应俱全。 摩托车可直通十层。 但大楼是没有电梯的,水电只能到22层。 上下活动,基本还得靠人力。 2007年以后,大楼居民达成共识。 每个家庭每月缴纳32美元的共管费。 用于保持公共走廊卫生,以及24小时保安巡逻。 这实在是惊掉了小编的下巴。 这不就是物业费吗? 如今,许多加拉加斯市居民,将此视为肥窝和不尊重财产的象征。 但里面的人将其视为平民的安全天堂。 大卫塔伊著名美具国土安全,曾在这里取景而闻名于世。 现在以另一种方式,成为了当地的名片。 到那旅游,必须要去打卡参观。 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。 这样的房子,小编是不敢住。 你敢住吗?